逢星期六日九龙湾在IKEA对面 有一个叫国际交易中心二楼 有一间叫做明闻居酒屋 这间明闻居酒屋星期一到五 在中午你叫一个海鲜饭 都要一百几十元 但是他星期六日做一个 中午和夜晚的半次座 放题是非常之则 因为他有一个主食 除了海鲜饭 还有其他特定的饭 另外他的寿司是任食 另外他的刺身亦是任买 另外他的指定饮品亦是任买 另外还有一些小食亦是任买 还有两款沙律亦是任买 所以都几适食 还有他环境坐得几舒服 如果跟电带起屋比 他种类没有那么多 但是质素可能好去少少 另外是坐得很舒服 他的中午餐是268元 如果是晚餐就是328元 晚餐是多半个小时 即是两个小时 如果小朋友是128元就可以 这个菜单就是平时的价钱 平时都几贵 所以这个半次座的放题是非常之则 走出外面环境都非常之好 厕所都特别干净 在日本好的日本料理 他们都会标榜是食材国产 国产的意思是日本国 本地食材 他们都相信自己日本本地食材是优胜些 但是可能有时要将货就价 为何煮食里面有安格思牛 在日本如果你叫鰻鱼吃 他没有写着国产 我就和他写爆蛋 100%都是大陆鰻或者印尼鰻 首先来一杯白桃鱼酸特饮 和巨峰鱼酸特饮 都几好喝 干杯 如果我儿子不吃生东西 我就和他点了鰻鱼饭 我自己就叫了三文鱼蓉 带子饭 还有一个叫北海饭 里面有大尺虾鱼子 海蛋等等 我每样刺身都叫他来两件 我最不欣赏就是北忌贝 其他全部都OK 美中不足就是没有了金枪鱼 油金鱼是特别出众 近镜头给大家看 海螺 尺虾 带子 哎呀跌了 其实不用多说 近镜就看到他新不新鲜 好不好吃 这个是鸟鱼 鸟鱼瘦了少少 这个油金鱼是天然的 特别出众 我儿子不吃生意 叫了好多烧烤 有鸡翼 羊排 香草肠 这个是烧三文鱼头 又有炸鸡翼 炸山蠔 炸年糕 这个就是他的鰻鱼饭 这个份量那么小 会不会有机会是日本产的呢 日本各产鰻鱼都会用 好的地表水和治疗去鸯 所以成本贵一点 日本人其实是喜欢吃金鲜鱼 以前日本料理店 真是很少见到三文鱼 但是经济不好 他们穷过鬼 真是没办法 其实三文鱼不是好东西 因为它是咸淡水交界的产物 深海的是金鲜鱼 不过这个烧三文鱼头 非常之出众 真是挺好吃 看一下个样子 我们吃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转转头看一下 咦旁边都没什么客气 会不会是复活节隔 每个都去旅行呢 又或者是Mega Bossy 这附近是地方比较格舌呢 再来一杯 我们的战斗力真是非常非常之弱 再来第二回合的刺身 努力 接着再来第二回合的烧酵 努力 羊扒的近镜都可以 我已经开始很漏了 没了作战力 本来填了一张寿司 都不敢拿给它 因为拿过来 我根本没可能吃得到 再喝多杯 由于我们是dinner 所以贵了百多元 都是中午来比较低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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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我们 对